大家先请合掌 南谋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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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 继续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五十一页 讲到这个归尽三宝 最后一个记 若人自归命 自立自医子 世人责能器 归依真实义 一般说来 归依是信仰 欣愿领受外来的助力 从他利而得到救济 一般的他利宗教都是这样的 一般的宗教是以他的神 就是他所信仰的神 为主要的力量来源 以上来给我们说 这个天主家 那么他们的祈祷 愿上帝赐给我平静 让我能够面对不能解决的问题 愿上帝赐给我勇气 让我能够解决 可以解决的问题 愿上帝赐给我智慧 让我能够分辨两者的不同 那么他至少也能够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那么主要是上帝赐给他的力量 但是佛法不是这样 一般的宗教都是这样 希望妈祖帮助我 希望关公帮助我 帮助我发大财 帮助我避免灾难 希望妈祖帮助我的小孩 让我的小孩变得好 反正大部分的宗教 靠上帝 靠他所信仰的神 可是佛法不是靠佛 也不是靠古场 靠什么 靠自己 佛法不是说 释迦牟尼佛赐给我勇气 赐给我力量 赐给我智慧 赐给我成功 不是这样 不是我要跟佛学习 怎么调悟烦恼 我要跟佛学习 怎么解决问题 我要跟佛学习 怎么获得智慧 这个是佛法 跟其他的宗教 最大的差别 其他的宗教 重在信心 对神要有绝对的信心 要有完全的信心 完全的依靠 佛法不是 佛法最重要是依法 最重要是依法 不是依佛 依佛是为了文法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其他的宗教 归一 主要是以他的神 上帝 圣母玛利亚 阿拉 来自于 一般的信仰 这个神明 但是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解决问题 不是靠佛 不是靠佛菩萨 而是靠自己 所以自己怎么会能够解决呢 以佛菩萨 告诉我们的方法 告诉我们怎么努力 就可以莫得力量 告诉我们 怎么样有智慧 那么可以去发现 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是佛法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别 所以这里讲到 佛法不止如此 有更有不够怪道的地方 一开始相信是一样的 但是佛法最终 信跟解 是合而为一的 所以佛在涅槃的 涅槃会上 就是佛要入涅槃的时候 佛要入涅槃啊 那么一些 一些弟子 还没有正阿罗汉的 心里面产生恐慌啊 以前我们都跟着佛学 佛叫我们怎么修就怎么修 叫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 现在佛不在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都还没有 还没有成就 现在佛不在了 以前都靠着佛 现在佛不在了 要入涅槃啊 佛入了涅槃之后 我怎么办 佛都跟他讲 佛陀要入涅槃的之前 跟阿难讲 要怎么样 自一子 法一子 不义一子 不义一子 就是说 即使我在的时候 即使我在的时候 你也不能就靠我 因为你靠我是因为 我跟你讲方法 我跟你讲解脱的方法 我跟你讲灭苦的方法 我跟你讲灭除烦恼的方法 你只要依着我告诉你的方法做 你就能够灭苦 怎么上山怎么下山 我都跟你讲 之前是我带着你们上山下山 现在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只要照我的方法做 你可以上山可以下山 那我不在了 那条路是一样的 上山的路是一样的 我虽然不在 你照我的那个指示的路走 一样可以到达 我在啊 你不照我的路走 一样到不了 所以他跟他讲 自一子 法一子 不义一子 就是要依靠法 依靠我告诉你们的 活法 方法 那你要努力去修行 照着我跟你说的方法去修行 你就可以到他 今天 我跟你的方法 我跟你讲的方法 你不照着去做 就算我在你身边 也没有用 你又没有办法 所以阿难 阿难才会说 这个心里面 没有佛可以靠 心里面很害怕 佛陀跟他讲 自一子 法一子 不于一子 主要不是靠 也不是靠其他的 要靠自己 可是自己就是不会啊 有方法 所以佛法是最主要的 佛法生 我们常常讲 这个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 其他的宗教 比如说基督教天主教 上帝就是真理 上帝的话就有力量 听上帝的话 完全相信上帝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你要了解 法的力量 重点是法 我们说过 这个我们跟大家讲过 佛法跟其他宗教 最大的差别 就在于智慧 是以这个为佛心 佛是正法的 见到法的 就是真理的 生 生是谁 依佛而见真理的 依佛而见真理 因为佛是这样正的法 法是什么 如果我们从解决生死 就是灭苦之道 法就是灭苦之道 就是真理跟正得真理的方法 就是痛苦的缘由 跟解决痛苦的方法 他就是这样 生主要是佛地址 依佛修行 随佛修行 生是随佛修行的 随佛修行 佛在的时候是随佛修行 那随佛 佛怎么修 我们怎么修 那佛不在的时候 佛在不在都 随佛修行 就是依法修行 还是依法 还是依法 即使跟在佛旁边 还是依着佛教我们的方法 叫做依法修行 生 生就是佛地址 合和生 基本上是依法修行 佛 佛是见正法 知道痛苦怎么生起 怎么解决痛苦 他是见法 觉悟法的人 佛是觉悟 觉悟正法的人 正法 就是依正法而修行 正法就是 正确的修行方法 跟真实的道理 真理 所以如果没有觉悟正法 佛如果没有觉悟正法 不叫做佛 因为佛就是觉者的意思 觉者就是觉悟的人 就是觉悟真理的人 生是随佛修行 依法修行的人 所以核心都在这个法 谁 谁 觉悟到这个法 解决了生死烦恼 得解脱的 谁就是觉者 所以 重点在这个法 如果佛 不正这个法 他不能叫佛 基达多没有正入这个法 没有在普及处下 看到生死的缘起 解脱的缘起 他不能叫做佛 生死怎么来的 解脱怎么成的 他如果没有看到这种 那么他不能叫做佛 那么他把生死怎么来 怎么样得解脱的 生死怎么来 这个道理 跟佛利子讲的 怎么得解脱的方法 跟佛利子讲的 佛利子 依照佛说的方法 得解脱了 所以核心都在法 所以佛要入灭之前 一些还没正阿罗汉的 阿那已经正出国了 但是还没正阿罗汉 那有一些连出国都没有的 那糟糕了 佛不在了 佛等一下要不见了 以后见不到佛了 那怎么办 释迦摩尼佛就讲 解脱的方法 我都跟你们讲 我在 你不休闲也没有用 我不在 你照我所有休闲 一样可以得解脱 一样可以得解脱啊 我在跟不在 不是重点 我在 我来这个世间 我出现在这个世间 只是未来跟你们讲解脱的方法 我自己找到这样的方法 我也跟你们讲 讲了四十几年 讲了四十几年 讲了四十五年了 三十五岁成果 八十岁入灭盘 讲了四十五年了 有很多人已经解脱了 还没解脱的 你只要依照我的方法做就好了 很多人担心不能上山 那么多人走要那么多的路 每个人都是依这条路 而上山 而到达目的地的 而脱离灾难的 你现在只要照这个路走 一样可以 所以你不用担心 所以叫自一子法一子 自己要依法修行 自一子法一子 就是你自己要努力依法修行 不要老师想着 靠佛 靠菩萨 靠谁来帮助我 不是 没有办法 释迦莫尼佛在的时候 即使他的妈妈 摩耶夫人 他也要告诉他怎么休闲 他也要自己休安 他的儿子罗吼罗 他也只是告诉他怎么休闲 他也要自己休安 他以前的妃子 耶稣陀罗 一样是他要自己休 他的养母大爱道 一样是他要自己休 那么所有的人都一样 释迦莫尼佛也是要自己修 所以大家只要照着这个佛法 就好像你生病 我只要你知道治病的方法就好了 不一定要有医生 医生是因为要查你的病症 然后知道怎么样给你开药 那现在药都开好了 就是这样啊 你就照这样做 每一个人照这样做 每一个人都可以得解脱 医生最重要的就是 要确定你的病 病因是什么 然后确定你这个病 要依什么方法 可以治 最重要是这样 因为他有经验 他有知识 所以他最重要的是 开药给你吃 并不是你看了医生 医生就会好 你的病就会好 并不是你看了医生 你的病就会好 而是你看了医生之后 医生给你正确的诊断 给你正确的药方 你回去吃 依照医生的嘱咐 尊医嘱咐 然后把病例好的 吃药把病例好的 一样啊 你并不是佛在你身边 你就会得解脱 并不是你跟着佛 就会得解脱 而是你要随着佛修行 依佛教你的法修行 你才可以得解脱 所以佛法跟其他的宗教 最大的差别 你看 天主教愿佛 愿上帝赐给我平静 愿上帝赐给我勇气 愿上帝赐给我智慧 佛法不是啊 我跟我学 学平 怎么让心平静 我跟佛学怎么获得勇气 我跟佛学怎么获得智慧 当然佛法要具足的 不只是这个 但是我们如果用 基督教方法来讲就是 我跟我学习 怎么样获得 因为佛头是一个具有 大智大勇的人 我跟他学习 怎么样获得这些力量 怎么样获得这些智慧 怎么样获得烦恼不齐 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是佛教 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别 那大部分你的学佛还留在那个 遇到问题 就拜佛 就祈佛加倍 就念咒 希望咒印就解决一个困难 还留在这个阶段 就送经 然后送还经之后 就希望 送地藏经 就希望地藏菩萨解决你的问题 送普能品 就希望观音菩萨解决你的问题 送药师经 就希望送完之后 药师佛就把你的病治好了 现在很多佛教徒都还停留在这个阶段 这个不是佛法 这个是神教法 你说观音菩萨 你祈求观音菩萨 你把观音菩萨换掉 变成祈求上帝还不是一样 把上帝换掉 祈求妈祖 把妈祖换掉 祈求阿拉 都可以用 你的佛法不是没有觉悟 你没有了解真理 你没有造次定 你换个神都一样 换汤不换样 都一样 那你真的是信佛吗 不是啊 所以现在的很多佛教徒 表面上看起来是信佛 实际上是神教徒 实际上是神教徒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 所谓的佛教最重要的是什么 真理 正真理的方法 灭谷 怎么样灭谷的方法 他不是靠佛 不是靠佛加持 不是靠佛加倍 不是靠佛怜悯 不是天天在那边念着佛 然后拜佛 然后供佛 然后等着佛 赏识功德给你 现在很多佛教徒都是这样 靠自己的虔诚 靠自己的信仰 然后等着佛菩萨 关爱你一下 然后怜悯你一下 然后赏识给你一些功德 抽掉你一些业障 没有啊 佛法不是这样的 佛法是 但是佛菩萨不过就是一个典范 你他告诉你 他走在前面给你看 叫你这样走过来 你自己不走 你就希望他抱着你 然后就到他目的地 没有这种事 天天天在期望 天天在期望佛菩萨 消我们的业障 天天在期望有一个经 有一个奏 有一个佛 具有无限的能量 无大的能量 我们只要念着这 念着他 一经一众 一佛号 然后就可以灭无量的罪 就可以生无量的功德 就可以 就可以念一身佛 就可以罪灭和伤 然后就拜一尊佛 就可以 就可以功德无量 没有啊 他只是一个开头 那这个其实很重要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在学习佛法上迷失 因为迷失所以 他开始会有一些感念 修行是这样的 你一开始因为全程 刚接触 那个心很全程 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感念 好像有一些像 可是多几次以后 多几年以后 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像 那就开始换啊 换罪门啊 罪门换来换去 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就换宗教啊 这个就是退转啊 为什么 很多人就是不明白 就是你要不退转 就是必须你找到正确的方法 你自己知道你的病是怎么来的 你要怎么医才会好 医生不够就是提供给你一个治病的 治病的一个药方 或是治病了解你病情 他很清楚 你自己要知道 你自己了解你烦恼怎么升起来 用什么方法 你佛陀有讲的嘛 那你我们今天我们佛教徒通常都不是这样啊 所谓的法门 观音法门就是什么 就念观音菩萨 送朴门品 念大悲咒 这个叫观音法门 然后念到 梦见观音菩萨 看见观音菩萨 这个叫做修行 不是啊 地藏法门就要念地藏经 念地业真言 念地藏菩萨的名号 这叫地藏法门 那药师法门就是念药师经 念药师宗 念药师否的名号 这个叫药师法门 不是不是 这个误会了 观音法门是了解观音菩萨的心情 他的心是什么 是慈悲心 他的心是什么 是大悲心 千处其九千六月 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引以合身的物极线合身 需要我扮演什么角色 可以帮助你 我就扮演什么角色 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才叫做修观音法门啊 施石起大悲心 哪里需要就往去哪里 谁需要就帮助谁 需要用什么样的方便可以帮助你 用什么样的角色可以帮助你 我就用什么角色 我是父母的角色 我是朋友的角色 我是这个老师的角色 需要用什么角色可以帮助到你 我就用什么角色 需要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 我就提供你什么方法 提供你什么协助 这个才叫做冠军法门啊 地藏法门怎么叫地藏法门 不是你会念地藏亲 会念地藏菩萨 你说地藏法门不是啊 地藏法门种在大院 什么叫大院 那个讲了好几次都讲不听 没有人要理他的 你还不放弃他 那个作恶多端的 很多人都嫌弃他的 你不嫌弃他 你还一直想要拉他 要帮他 那个叫做地藏法门啊 已经大家都不理他的 都不管他的 讲了好几次都不会听的 交交不会的 讲讲不听的 劝劝不回的 那些刚强难挑难辅的 你还是不放弃 你还是一直要帮他 一直要拉他 这个叫地藏法门 很多人搞不清楚 然后 为了很多时间 都做一些表面的事 那么 无非就是奇望 地藏菩萨威得力加持你 不是啊 地藏法门是跟地藏菩萨学 观音法门是跟观音菩萨学 药师法门是跟药师游离光如来学 那我现在不是 地藏法门就是 送地藏菩萨的名号 然后让他加持我 希望他保佑我 地藏法门就是 我亲近地藏菩萨 我得到地藏菩萨的保佑 观音法门是 我亲近观音菩萨 我拜观音菩萨 然后观音菩萨会保佑我 药师法门是 但是我念药师金 药师法会保佑我 错了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你这样修 你这样修 修到死都不是佛教徒 你不觉嘛 你根本就不知不觉 你后知后觉还算好了 根本就不知不觉 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先厘清 你学佛才有意义 真的 你学佛才会真善 那这里讲的就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看 那这个是自一子 法一子 不予一子 要地子依藏自立 要从自己依着正法去修学 就依法修学 佛地子就是这样 不要依赖别的力量 即使是佛菩萨的力量 佛菩萨最大的力量 就是告诉你正法 告诉你方法 让你从中获得智慧 这正如人言经阿难说的 自我从佛发心出家 是佛威神 常智思维 无劳我修 将会如来 慧我三妹 不知身心本不相待 那他说 不知身心本不相待 后面有是我本心 那么身虽出家 心不入道 其实重点就是 他 他希望 就是好像说 我在佛旁边做事者 佛多少会加倍我 看在我这么尽心尽力的份上 没有 你在佛旁边是因为 你跟佛学的机会比较多 而不是佛 会看在你照顾他的份上 给你特别的加持 不是这样 情境上是 最大的作用就是 你可以学的比较多 是这样 而不是他可以给你的比较多 他可以加持你比较多 不是 所以能源经就以阿难 为这个核心 然后告诉我们 其实是修行 修行不是靠佛的加持 能源经的目的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一切还得自己靠自己去修行 所以自依止 法依止 墨亿依止 墨亿依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多佛教徒不少的这个道理 真的 很多佛教徒不少的这个道理 那么所以归一的生意 是归向自己 就是自己有佛性 自己能成佛 自己身心的当底 就是正法 那自己依法修职 自身以身权为一体 这个叫一体三宝 这个又前面讲的 一体三宝 那 佛法身三宝 都不离自身 都是自己身心 所能成就神圣的 从表面看来 归一是信赖他力的 色受加持 这一般宗教都是这样 一开始我们学佛 也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这样进入的 所以信为能入 自为能度 一开始的宗教 无非是 那个神很伟大 那个人很伟大 那我跟在这个伟大人的旁边 那么多少也沾一点光 就同时跟着月亮走 多少沾点光 那其实佛法不是这样 你进来了之后 你才发现 其实 你真的沾光是因为 你知道怎么自己发光 你看到的光 你知道 你知道怎么自己发光 因为你看到 它是怎么自己发光 你学到了 你也会自己发光 你实际上不是沾它的光 不是它把光明给你 而是你学到了 怎么自己发光的方法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他讲 表面看是信赖他力的色受加持 深处它 这只是真上眼 那这是眼 就是让你学习的因缘 实施激发自己身心 现其实现 跟你所要依止的人一样 所以 所以学佛 是重 像佛学习 归佛是向佛学习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因为佛就是觉悟 佛就是觉悟 所以归佛是向佛学习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归法就是依法修行 从此过正当的生活 正见的生活 归生就是 与生合合 就是你跟佛弟子一样 依法修行 与生合合 从此过亲近的生活 神就是亲近 合合 与法合合 与法相应的生活 就是这样 那我们不知道 总是觉得 我归一三宝了 三宝会庇佑我 不是 归一三宝了 我要努力跟三宝学习 过觉悟的生活 过正当的生活 过亲近的生活 过与法相应的生活 这个才是归一啊 我们大家很多人 都不晓得归一的真实意 所以他说 实在是激发自己身心 愿其实现 实现什么 实现就是一体三宝 自己能成佛 自己身心的当体 是正法念法 依法修行 以生结为一体 合合 就是依法相应 就是亲近 就是亲近 生结之后就亲近 你亲近的生活 你归一三宝之后 我们自己就站在正确的路上 保持身心亲近 过着觉悟的生活 那刚刚刚刚刚开始 没有办法 可是就是努力 往这条路前处 让自己向上向上向着多余 这个是归一的道理 跟一般的宗教 你受洗啊 你这个 你这个世会信主啊 那我的神就保佑你 不是 佛弟子那么多 佛陀也没办法保佑他 佛陀只是尽心尽力地教导他 他没有办法 他不成就 佛陀也没办法 他不学习 佛陀也没办法 即使他是大慈大悲 同体大悲 无言大慈 你跟我们的姻缘 有人令我都要保 我都要利益 也没办法 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就是这样啊 就算你跟我没运缘 如果我可以利益你 我还是想要利益你 你的痛苦 你的痛苦就算我自己的痛苦 你的快乐就是我自己的快乐 可是即使是这样 我对每一个众生都这样啊 但并不是每一个众生都都因为 还是用音法修行 这个很重要 我们佛教徒浪费在太多的时间跟心力 在什么上 就表面的时常 诵经 慈咒 这些也是有用的 这些不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样就可以解脱 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那是错误的 天天等待像乞丐一样 等待佛的失神 用尽一切办法讨好佛 贵落佛 贵落佛补偿 给他好香 给他好苹果 给他好的便堂 然后给他装金 然后就希望他保佑你 念他的名号 不是这样 你就算你没有佛像 你只要依法修行 心中有佛 心中有佛好过你殿堂有佛 但是殿堂有佛是要引发你的心中的佛 主要是这样 所以没有佛像没关系 但是有佛像更好 为什么 实时 因为我们人是这样 我们是一进就可以会起这个心的 他是让你发起那个心 我要向佛学习 要向佛学习的心 佛是我的典范 他是我的模范 就好像你跟人家学画画 你不是回去念他的名字 把他的照片放在那里 然后三不五十给他供养 你这样一辈子也学不会画画 对不对 你还是要 他教你怎么样 他教你怎么样 你学书法也一样 你学武功也一样 你并不是把他的照片拿来这边拜 然后天天把他给你教你的方法 那个全谱拿来念一遍 把那个乐谱拿来操一遍 这样就会了 不是啊 你要学啊 你这怎么学 你怎么学啊 技巧在哪里方法在哪里 赐地在哪里 原则在哪里 你要知道 佛法也是这样啊 佛法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别 你真的能够知道 我告诉你 你学习佛法 你学习佛法 四半功倍 你不知道四倍功半 有时候四倍功半还算好的 有时候是徒劳无功 徒劳无功还算好的 有时候会怎么样 有时候为门其力先受其害 你学错了嘛 反而障碍了嘛 不能成为助力 反而成为主力 很多宗教是这样子的啊 很多佛教怎么是这样子的啊 就迷失了 迷失了要回来更麻烦 走火入魔啊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很多人修行修到最后疯掉了 修到最后退转了 修到最后毁办佛法 为什么 说说修到最后不伤不适的 那个就是什么 不懂道理 不懂佛法嘛 表面是佛教徒 实际上是神教徒 所以 若能自己归命 所以他说命是身心的种和 归命是奉献生命于三宝 归于自立 自己依止自己而修正法 就是 依自己的力量 然后 学习 学习佛陀的方法 其实是依正法 自己依正法 自己依着佛教给我们正确的方法 去修行 所以并不是安安那样以为是佛为神 佛有威得力吗 有神通吗 有神力吗 不用我修 我们大家都这样啊 有点眼睛已经跟你讲清楚了啊 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回去念佛 拜佛 然后就希望佛加持我 念一步今 就希望佛超过我的所有 辅寂的祖先 然后念一步今 就希望佛加持 我现在还在的这一些眷属 每一个人都健康长寿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可是现在的很多人 误会佛法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为什么很多人学佛 学了那么久 那么久 还是那么痛苦 烦恼还是那么多 照理讲 照理讲 佛法是解决一切 问题的方法 佛法是解决一切痛苦的方法 可是为什么我们学了佛之后 问题来了 一样不能解决 不但不能解决 连发觉都不会发觉 连问题到底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们从小到大 面临一连串的问题 小时候读书的问题 小时候最小的时候 就是要能够磨身的问题 吃饭 然后读书的问题 读书之后 跟同学之间的问题 然后长大之后 读书考试的问题 然后长大之后 就业的问题 跟公司同事之间的问题 读书的时候 是跟同学老师的问题 就业是跟老板同事的问题 结婚之后 是跟父母 或是婆家 或是子女的问题 然后进入社会 然后一样 就是跟彼此人跟人之间的问题 我们从小到大 一直都有问题 一直都在解决问题 你为什么要工作 要有钱啊 为什么要有钱 钱可以买吃的啊 买住的啊 要生母啊 为什么要生母 不生母就没命啊 要受苦啊 所以我们工作 我们读书 我们结婚 我们学习 无非就在解决很多问题 可是我们会发现 好像怎么解决都有问题 而且有些问题 怎么解决都解决不了 旧的问题还没解决 新的问题又来 本来很简单的问题 后来变得很复杂 本来很容易的问题 后来变得很麻烦 为什么会这样呢 方法错误 观念错误 行为错误 导致结果痛苦 就是这样啊 那照您讲 学了佛应该比较好啊 那学佛可以怎么样 可以了解问题的真解 因为缘起就是这么 有因有缘事先起 事先是苦 有因有缘会有苦 告诉你苦是怎么来的 有因有缘解决痛苦 有因有缘事先念了 告诉你怎么样解决痛苦 照您讲 学习的佛法 了解问题在哪里 苦即灭当 了解问题在哪里 苦就是问题 痛苦在哪里 了解怎么生起痛苦 怎么解决痛苦 照您讲 痛苦应该未来越少 越来越少 就算是有痛苦 也不会一直让我很痛苦 就是 就算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也不会形成 我内心长期巨大的痛苦 不会 照您讲应该这样 学佛应该有一个就是 向上 向上 向解说 就是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自在 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没有烦恼 照理讲应该这样 可是为什么我们学了很久之后 一样充满烦恼 一样充满痛苦 一样充满无奈 一样充满明朗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一样坐在那里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发呆 只能祈求 只能念观音菩萨 为什么 然后想这些问题 这是我看到很多佛教徒的现象 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啊 老实讲 遇到问题 所有的问题 就是赖给佛菩萨去解决 要不是念阿弥陀佛 又念观音菩萨 要不然就念经 要不然就念咒 总希望念完了之后 有神力加持 然后就把问题解决了 世间也说想着没 没有这样 可是发现后来 偶尔会有效 老实讲 偶尔会有效 那有效并不是真的 而是他的因缘 就是你的心力 然后造成一些问题 好像远远过了 没有了 但是大部分是不能解决的 真的 你问十个里面有说 好像有改变 但是 好像问题没有真的解决 但是有时候会缓解好一点点 有时候恰巧问题解决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是解决不了问题 真的 我是从中走过来的 我也知道 以前我们遇到问题多虔诚 那不是拜三拜 是拜三千拜 真的 是拜三千拜 希望能够解决 一步唱 拜过一步唱 一尊佛 念过一尊佛 那不是八十八佛而已 那是三千佛 一尊佛的力量怕不过 三千佛总可以 以前是八十八佛 我以前拜八十八佛拜过一阵 有没有效 确实也有点效 确实有点效 但是 这不是佛法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不能一直好靠这个 肚子痛的老是吃止痛药 持久的也没有效 我跟你讲 真的 一开始吃还是有点效 持久的也没有效 所以学习佛法 大家应该要好好的探讨到底 佛法不是世间的宗教吗 我们很难得可以学到佛法 真的 这一点很殊胜 这个世间大概有七十五亿的人 不到五亿的佛教徒 那有政界的人 应该不到十分之一 就是没有两千万 甚至不到一千万 一十分之一 有政界的人 你看那个庭庄 都叫做佛教徒 如圣宴青函的都叫做佛教徒 太多了 一般的 好 一般的 一般的 很多人也只是 所谓的佛教徒就是 我平常有在做早晚课 有在念佛 我有在念观音菩萨 我有在念阿弥陀佛 我有在念普文品 我有在念金刚经 大概就这样而已 那什么是佛法 这个就是佛法 他讲些什么 信就得救啊 还跟其他奉教不是一样 你的观音菩萨就像马祖一样 就像圣母玛利亚一样 一样是一样的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不是这样 他告诉你这个菩萨的伟大 不是告诉你他可以 他可以 无限制的帮助你 他可以庇护你 不是 而是告诉你 你可以跟他学习 其他的宗教没有说 我要跟圣母玛利亚学习 所以成为圣母玛利亚 我要跟上帝学习 成为上帝 没有这样 我要跟马祖学习 成为像马祖一样的人 没有 不是都是 马祖庇佛我 玛利亚庇佛我 上帝庇佛我 佛法不是这样 念佛是为了学佛 学佛是为了成佛 念佛拜佛是为了学佛 学佛是为了成佛 你当当念佛不能成佛 还要学佛 学佛坚持就近你就成佛 你念上帝不可能是要成为上帝 你念圣母玛利亚不可能成为圣母玛利亚 你念观音菩萨是要学观音菩萨成为观音菩萨 这个是佛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别 我们有幸成为佛教徒 把最宝贵的 最殊胜的丢在外面 然后剪跟其他宗教一样的东西 放在家里 当作宝贝 不是啊 最珍贵最殊胜的 你反而放弃不用 跟其他宗教一样 看起来光鲜亮丽的 你反而当作宝 这个是错误的 最殊胜的就是 你知道观音菩萨怎么修行 你知道观音菩萨的心血 菩萨的心血 就是他的思想跟他的行为 他是怎么先 他是怎么修 怎么修行 你了解了 你跟他发一样的心 跟他修一样的血 你残忍跟他一样 甚至 你还可以超越他 超越他就变成佛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 假设 你自己能够依法修行 那么这个人就能够 契合于 归一的真实意 这个是真归一 其他人很多人都是假归一 名字归一而已 就是他不是真正的 归一就是什么 归一就是学习 相佛学习 依法学习 那跟法相应 那这个是重点 第二章 现在我们要看第二章 文法修 好 那现在 我们说归一最重要的是 相佛学习 那怎么学 你要听佛说啊 佛 我们刚才讲 归一最重要的是 依法修行 依法修行 你看 刚才讲 归一三宝 最重要的是 依法修行 随佛修行 依法修行 所以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法 你都不知道法 你要怎么依法修行 你根本就不知道方法 你要怎么依法修行 法你都不知道 那法学要有两个 我们就说真理 跟正真理的方法 只要是这样 或是我们讲灭苦 苦 苦 苦的缘由 为什么会有苦 为什么会有苦 为什么人 为什么有痛苦 为什么会有苦 第二个是 怎么解决这个痛苦 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痛苦 怎么彻底的解决 这个痛苦 为什么会有痛苦 我要如何解决这个痛苦 佛法主要就是找这两件事 这个叫有因有缘世间起 人为什么会有痛苦 验证会 爱彼女求不得 然后生死如违 为什么 怎么来的 然后我要怎么解决 那怎么来的 如违怎么来的 我们为什么会如违 我们为什么会如违 因为有业 因为有业 我们是一业融违 有业你就不得不融违 我们是一业融违 因为有业也受苦 有杀业你就短命多病苦 有偷到业你就贫穷 贱苦 有邪淫业你就倦属斗争苦 有这个苦啊 培林丘不得苦啊 种种的苦啊 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健康 有的人常常会生病 那你有杀业重啊 为什么有的人赚钱那么容易 有的人赚钱那么辛苦 赚钱已经很辛苦了 还被偷被偷被奖 还遇到天灾的人 我一下子就没有了 为什么 有的人都那么有钱了 不小心买到彩券 还中第六奖 没有钱 你那么有钱还给他中奖 我那么穷 我不能中奖 还有灾难 为什么会这样 业 有业你就做不了解 你就没办法 我做人为什么他是狗 说狗做好了还在批狗 那一样啊 这都是因为业 因业有轮回 那业怎么来 业怎么来 怎么会造业 业怎么来 业一烦恼来 起烦恼就造业啊 起烦恼就造业 这个业主要是恶业 起烦恼就造业 造业就受苦 杀业也有人闻 青青业才没有 胡乳业才没有 起烦恼造业 造业就受苦 就隆闻 起烦恼杀生 贪 杀牛杀鸡杀猪 杀来吃 来自于 看见人家有钱把人杀了 抢人家的钱 同时犯杀生跟偷盗 如果你只犯杀生业 就短病偷病 如果你犯偷盗业 就贫囚被剑 如果你杀人取财 同时犯杀生偷盗 就怎么样 生病而且要花很多钱 决定是一个病 而且还治不好 就这样 业啊 这些业就是烦恼来 为什么会起烦恼 无名 所以延起的源头就是无名 那什么叫无名 不明白吗 不明白什么 不明白真理 不明白为什么会有痛苦 不明白又怎么解决这个痛苦 所以就一直造业 一直造业就一直受苦 一直受苦又一直 起烦恼 就这样轮回 就轮回不完 没有个 没有个宗旨 那现在好不容易 我们有一个得救的机会 前面讲 在生死苦海里面 好不容易看到一条船 有机会脱离这个痛苦苦海 生死苦海 可是 你又不好好学 你又上不了船 你上不了这条法船 你只要船跟这样有一样有 就叫船开走了 船走了跟你没有 因为你上不了这个船 法不入心 重点是你连法都没有怎么入心 你若有法法不入心 那个都没办法 何况你连法都没有 所以 皈依三宝 重点在依法修行 那法要从哪里 从善心事 以前没有书 没有书啊 没有录音带 没有什么网路 没有这个东西 你要听法 你要制造这个道理 只有天佛 或佛地址 善思思讲而已 所以要文法 第一点就是要文法 你要依法修行的前提是 你要有法 你要知法 你要知法 知法你才能入法 才能修法 才能学法 才能依法修行 重点要 你要依法修行 佛法的重点叫依法修行 不是在佛 不是在生 菩萨生 佛 我们这些阿罗汉 不在这里 这些都是模范 重点是法 那你要依法修行 你前提要先文法 知法 就是你要知法 知法一定要文法 文后能知嘛 农家 农家学习 能道的五个过程 第一个是什么 博学 多文学习 一样道理 博学省问圣思 明辨语学 一样是要博学 一样是要广学 不学习的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因为 你知见颠倒 邪见 你没有办法 你努力也没办法 观念错误 导致行为偏差 而有痛苦的结果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所以第2章 龟一三宝之后 就讲什么 文法 去误 重点在法 文法 所以 事律由之 就是修行的四个步骤 清静善事 听文正法 如理思维 法 水 法行 后面是修行 然后中间 前面是清静善事 就是佛 菩萨 你念佛 念菩萨 其实就是清静善事 我要跟他学 我们现在不是 我念佛 我念菩萨是 他会保佑我 就变成这样 其实不是 那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好 再来看 所以第2章叫做文法去误 就是要知法入法 那因为 佛教徒最主要是要依法修行 那你没有法 你都不知道法 很多人不知道佛法 很多佛教徒不知道佛法 他家有佛堂 他有很多经书 可是他不知道佛法 这个很多 真的是很多 所以遇到问题 我们说遇到问题 他只能求佛祈求 然后虔诚的祈求 一再的祈求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三个步骤 第一个祈求 没有效 一再的祈求 虔诚的祈求 就这样 然后再没有效 两种 一种就是怪自己 夜上座 一种就是 转念其他的 可能我跟地上菩萨不相应 转念观音菩萨 跟观音菩萨不相应 转念要师父 就这样 再不行 再转念上帝 真的就有人这样 佛法 佛法最重要的 佛法最重要的 他必须要了解 好 我们等一下看 最重要是要了解佛法 上来 归因三宝 前面讲 归因三宝 第一章 归因三宝 归进三宝 第二章 三宝 我们讲那么多 三宝的重要 三宝最主要的是法 现在要依法修行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文法 归因以后应该多文正法 就是广学多文 广学多文 这才能去入佛道 有以为佛法在乎修行 听法有什么用 很多人会这样讲 有的人就这么讲 我告诉你 你真正的障碍就是你不懂 无明嘛 你不懂才成为你的障碍 懂是不会有障碍的 你懂 你懂的是错的 有障碍 你了解的是错的 有障碍 前面有一个居士跟我讲 那个师父 听说 释迦牟与佛是 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他相信 释迦牟是怎么成佛的 释迦牟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吗 要阿弥陀佛念什么佛成佛 释迦牟是怎么成佛的 他根本 他根本连释迦牟怎么成佛都不知道 释迦牟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请他不要懂太多 不用想太多 不用管太多 在家里面好好念阿弥陀佛 我就会成佛了 你看 学佛不是颠倒吗 为什么妙禅那些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的 他们认为妙禅是佛 他也相信 为什么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佛 什么是佛都不知道 那是因为 不懂佛法 你要懂佛法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佛 什么叫做神 什么叫做菩萨 你知道吗 佛是什么 佛陀嘛 他是抉择嘛 他是绝入真理的人嘛 他是解决生死烦恼的人嘛 他是因为解脱 然后自解决他成佛的嘛 那你讲的变成是 你看一般就是 他是靠阿弥陀佛成佛的 他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靠阿弥陀佛成佛的 所以你现在也靠阿弥陀佛 你也可以成佛 这个哪里是佛法 这个哪里是佛法 可是他也是佛教徒还很虔诚啊 你看 佛教徒变成这个样子 那不是很可怜吗 那不是路保山空走而回 而是路保山背着很多石头回 那个黄金珠宝你不给那个石头啊 回去没有用啊 背着累着要死啊 我们不是说念佛没有用 而是说你的观念是错误的 你这种观念要人往生也很难啊 老实讲 所以 佛教徒 佛教徒很多 但是知道佛法的人很少 所以 为什么那么多人学佛 学了之后 还是烦烦恼恼 还是遇到问题 只能做困仇臣 遇到问题只能祈求 佛菩萨慈悲 所以 这一道问题只能埋怨自己 业障重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到底要怪谁 佛菩萨不灵感 怪自己业障重 不是啊 所以 我们学习佛法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 可是你没有 你没有学习佛法 佛法 不只是我们 我们去受佛的 譬如唸佛的名号 你 你把这种殊胜 浪费掉 第一个 我们很难得遇到人生 那得人生不容易 我们修了很多节 才得这个人生 然后又加了很多的努力 才得到佛法 又遇人生 又得佛法 很难得 结果 你把它浪费掉 这个有点像 好不容易 长成这个沉香树 结果你把它当木烫卖掉了 你把它当木烫卖掉了 好不容易得到这么大的珍珠 你竟然来打小鸟 你看浪费 就是这样啊 用那么大的珍珠来打小鸟 还不一定打得到 打到的也只是一只鸟 那么大的沉香树 那么好的 你拿去当木烫卖 烧了一下就没有了 你看 我们现在 学习佛法 却只会祈求 就好像 拿珍珠来当 盼珠打 拿沉香当木烫卖一样 可惜啊 得人生遇佛法 结果却这样糟蹋掉 不懂得佛法的好处在哪里 不会珍惜 不会运用 你会用嘛 你拿来打小鸟 有什么用 你只把你的佛法拿来 拿来当祈求 跟其他宗教一样 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学佛人的问题 诸佛在哪里 他不懂 他不懂又不学嘛 又不听嘛 不知道嘛 所以 所以他没办法解决问题啊 就好像你有病不看医生一样啊 看了医生 不听医生的话一样啊 那你怎么病会好呢 所以我们看 所以他讲过医以后应该要多文证法才能驱逐活到 那么有认为听法有什么用 你不听法你才没有用 修行就是文师修 第一个文 文师修 他说佛法在乎修行 修行是放在文师后面的 你没有文师你怎么修行 古形外道部会修行 很会修行 所有的宗教都在修行 修行 天主教也修行 基督教也修行 天主教的 那个修女 那个也很刻苦修行的 印度那些苦形外道 不修行吗 那可修行啊 怎么不修行 道家那些 屁股的 在深山里面的 那个不修行吗 那个也修行啊 很多宗教都修行 但是修行的方法要有效 要有效啊 要正确啊 正确有效才可以啊 佛陀不过就是 佛陀不在于创入宗教 佛陀是要告诉大家正确解脱的方法 正确修行的方法 正确升天的方法 有的人要升天而已 他就告诉你怎么样 可以升天 有的人要解脱 就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得解脱 有的人 要成佛告诉你 怎么样可以成佛 有的人只是希望不剁三二道就好 告诉你怎么样不剁三二道 有的人要赚钱 有的人要赚钱 告诉你怎么赚钱 有的人要身体健康 告诉你怎么样身体可以得到健康 每一个人要都不一样 但是都要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 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 你的方法错误 不是徒劳而乌功而已啊 而且是什么样 被盗而辞 未门其力反先受其害啊 就好像以前印度很多外道 他要升天 他要修福报 结果他怎么修福报呢 杀牛杀羊 把他你看那个 前不久尼弗尔不是有那个 那个女神的那个什么 那个血气吗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几千头牛跟羊 牵在那里 然后就怎么样 那个血气筷子的时候 割那个喉嚨 血流的满地 要来祭女神 几千条牛跟羊 他为什么这么残忍 他要修福报啊 牺牲了 他要修福报 他认为我这样 我这样 杀了这些牛 用这个血 祭这个女神 女神欢喜 就会把福报 分给我 加持我 庇护我 那有没有福报 没有 佛头讲 你这个方法 不但没有福报 而且还有杀验 以后会有夜报 有恶验 还会受苦 不但 不但不能得到你想要的 还会失去你原有 的福报 不但不能得福报 还会失去你原有的福报 所以这个方法 为门其力先受其他 这个是错误的 那你在很久的边念念 念咒 然后希望 得到福报 佛头说 这个没有意念 但是也没有伤害 不要洗干凉 费神费钱而已 但是 都是没有意义而已 在那念咒 念念念念念念 佛头就跟他讲 你如果是一块木头 你跟他念念了一千遍 木头也不会沉下去 如果是一块石头 你跟他念念了一万遍 石头也不会浮上来 你个人的业力 如果你有善业 你不用念 你就升天 如果你没有 你有二业 你怎么念 你也会 神的伤害到 是阴业的 阴业在轮回的 所以重点是 你怎么照善业 怎么照二业 不是你要念什么经 念什么佛 念什么众 不是这样 你还能够 一直祈祷 你把神叫做巴拿来 念神的名字 念这个 念什么经 念什么众 可是你照业 你一样像石头一样 就是你把木头丢在恒河里面 你不用祈祷 他就会浮起来 你把石头丢在恒河里面 你再怎么用心祈祷 石头也会沉下去 那告诉你道理啊 重点不在那里啊 重点在你的散热液啊 你的心啊 那你如果 你如果杀牛杀羊 去祈福报 你在恒河边 祈祷 要升天 升不了天 你 你杀牛杀羊 既是女神 既是神 要升天 不但升不了天 还要做三二道 你看 所以佛陀出现在世间 只是要告诉世间 如果你想升天 你要用什么方法 如果你想解脱 你要用什么方法 印度那些外套 修苦行 一麻一脉 一辈子举一只手 一辈子不吃饭 然后一辈子 一辈子举一只脚 握在沙地上 吃牛大便 吃果大便 种种的方法 折磨自己 要解脱 我告诉你 这个不能解脱 无意义的苦行 没有办法解脱 这个不是解脱的方法 所以这成果是你成功法 你要做人的 下辈子要比这辈子好的 你要升天的 你要得解脱的 你要成果的 都各有方法 但是必须是正确的方法 你只是希望身体健康就好 那有身体健康的方法 你要避免吃到什么错误的 要吃什么营养的 你如果不是身体健康而已 你还要像医生一样 可以帮忙别人治疗疾病 那另外有成为医生的方法 你要学习什么 要留着什么知识 要留着什么能力 如果你不是 你要身体强壮不胜病就好 简单 如果你还要很强壮 像运动员这样 那又是另外肌肉很结实 还有另外的方法 你看 五称共法 三称共法 大称不共法 不过这讲这个 重点是提供你一个正确的方法 现在 佛陀已经讲那么久 我们还是用错误的方法 很多人还在焉共活共 然后就希望这些神加持我们 你有错误 很多人还在念怎么咒 然后就可以 哇 具有多书传 多书传 不是 重点不是在这些咒 重点在 你有没有跟着佛菩萨去 你有没有正确的方法 真的很重要 时间到了 我们先下课